请问师父对于整天很忙的初学人来说 怎样做才比较好 这个问题也相当重要 学佛 首先要明了佛是什么 如果对佛 很含糊 不清楚 那是问你学的是什么 你完全学错了 那么我们为了粗学 特地有一个专题报告 认识佛教 这个报告原来是对美国人说的 是在很多年前我在美国迈阿密 对美国人讲的 那么现在呢 有一本小册子出版 是从我讲经的录音带 那个时候没有录像 在美阿密没有录像 只有录音 从这个录音带里面写出来 这本书好像现在流通量也很大 都能够看得到 那说佛呢 要从这个地方入门 这个里面 我们提了三个中心的问题 什么是佛 什么是教 什么都搞清楚 佛教 这两个字就有三个问题 一个是佛 一个是教 和起来 什么叫佛教 搞清楚 搞明白 然后你懂得怎么个学法 佛教 叫我们教下什么 我们学了有什么用处 有什么好处 应不应该学习 总得要搞清楚 搞明白吗 念阿弥陀佛 念阿弥陀佛什么意思 阿弥陀佛是怎么个讲法 为什么要念他 念他有什么好处 好处究竟在哪里 统统搞清楚 搞明白了 然后我才肯定 我要不要念 所以说佛 绝对不是迷信 佛不是神仙 佛这个字 是从古印度 梵文英译过来的 这个字在梵文里面 念佛陀也 我们中国人呢 喜欢简单 把他的尾音呢 省掉了 只取他的音里头一个重音 取这么一个字 这样翻译过来 这样翻译过来 这个字 字会里面 意思很多 含着有很多意思 所以 用英语 也是有道理 因为在中国 字会里面 找不到这样的一个字 能与他相当 那么通常解释 佛这个字 他的体是智慧 他的作用是觉悟 智慧里面 又讲到 一切智 道种智 一切种智 这都是佛学 专有名词 我们用一句简单的话来说 他的智慧 是圆满的 是究竟的 是广大的 无所不知 无所不能 他的作用 是对于 宇宙人生 离四阴苦 彻底通大明了 这样的人 我们就称他做佛 所以佛不是神 也不是仙人 那用我们现代的话来讲 最简单的话来说 佛是一个 究竟圆满智慧的人 这大家好懂吗 所以我们学佛 学什么 学佛 学智慧 唯有智慧 才能解决问题 要懂这个道理 学佛的目的 是求真实 是求真实 佛学 学是学问 是教学 那么由此可知 佛学是智慧的学问 是智慧的教学 那是佛法呢 法是一切万事万无 这个代名词 佛是能觉 法是所觉 对于世间万事万无 他都通大明了 这叫佛法 搞清楚 搞明白了 这个事情才好办 所以我们要把佛法 介绍给初学 最好从认识佛教下说 先把这个小册子 介绍给他 然后第二步呢 还不能够介绍佛经 第二步最好啊 介绍廖凡思讯 让他真正明了 英国报应的道理 与四十真相 这个很要紧 他有这个基础之后 再介绍佛经 给他看 佛经看 说在家也不容易看懂 虽然 故人翻经的时候 已经用最前行的文字来翻 故人最前行的文字 我们现在看到还是很深 所以必须要听讲解 要听讲啊 或者呢 看诸解 这个样子 对他就会有帮助了 所以你借饮出几 用这个认识佛教 用了凡思讯 用这个方法最好 好 好 好